非常喜欢流行音乐 就是因为张国荣是我的偶像 哥哥是真正的男人 就是男神 他真的是神 因为张先生本来就是 我最喜欢的亚洲的superstar 我希望所有人都记得 曾经有一个很帅的人 在这个地球上生活过 他叫张国荣 作为演员活跃在娱乐圈的尹正 因为在众多热播的电视剧中 担任重要角色 而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他也凭借精湛的演技 得到观众的认可 其实尹正在很早以前就说过 张国荣是他的偶像 虽然不及哥哥的风华绝代 但是尹正在长相和气质上 还是和张国荣有几分相似 2016年尹正在梦想的声音中 演唱了张国荣的歌曲 风继续吹 致敬自己的偶像 相似的声线 让现场观众张大嘴巴 无法合拢 我一直就是想向他致敬一下 就是无论唱成什么样子 但起码这件事情我做了 我想让他知道 还是有很多人记得 尹正用自己的方式 告诉自己的偶像 还有很多人一直记着他 没有忘记他 他自己就是其中一个 从2013年开始 尹正每年的4月1日都不忘写微博 怀念张国荣 连续9年 年年不忘 有观众说他捆绑消费 蹭名气 他从不理会 在2017年的时候 尹正在王牌对王牌节目中 扮演了电影霸王别姬中 成蝶一的经典形象 极尽所能的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张国荣 本身太温柔 又不是女教 其实今天在化妆的时候 我有一度是 就是情绪有点 有点波澜 因为张先生本来就是 我最喜欢的 亚洲的superstar 而且成蝶一是我最喜欢 他的角色 我刚才还在跟风亦老师说 我说八王别姬 是我最喜欢的中国电影 没有之一 在对口型大作战中 尹正模仿了一段 张国荣的名曲《猫妮卡》 但是第一次录制 却是一次失败的演出 在摔倒后 他坚持要再来一次 在后台聊山的尹正 却向导演组请求 再次表演的机会 因为哥哥是儿色偶像 其实人控 也特别想完成这场 致敬表演 在配音真人秀节目 声林奇敬里 他更是让所有人感叹 他好像真的活成了哥哥 要知道 粤语不是尹正的母语 他是个东北人 出生在内蒙古 少年时才到南方生活 不要说八婆 说因为把鬼火 搞到家七国这么乱 往事你家有时候 我们七宋一汤 对不对 对 以后你亲家都碟头饭了 你一个死八婆 是不是打斧头 还有每个月去过 Joyce 录十几二十万卡 十几天 是呀 你说那些过气讲者呢 唱这歌都没订去过 我都不明白大哥怎么想的 如今 尹正在遍遍不是海棠红中 饰演金剧名林商戏蕊 反穿的表演 不论是造型装扮 还是尹正自身的演技 都很令人惊艳 尹正私下看了一遍 又一遍的霸王别姬 仔细研究自己的剧本 向自己的偶像学习 同时又找到商戏蕊这个角色 和成迭一的不同之处 在金剧表演上 他跟着金剧艺术家 壁谷云学了四个乐戏 一周去上两次课 三十天闭关 认真练习 这部电视剧播出后 商戏蕊这个角色 很容易被拿来 和霸王别姬里的 成迭一来比较 自然也会有人 拿他和张国荣比较 打得好 打得好 跑 打得好 跑 师父 我写 打得好是吧 跑 打得好 跑 打得好 跑 师父 跑 跑 师父 是我自个儿跑的 不关石膏的事 让我们打你 我打死你 我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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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 你 别跑 不熬出一封油来 怎么当绝儿啊 我知道我输了 你要是再逐我 我扎手里死了得了 不许死 死了就是认输 你共年八二八 郑庆春被师父相聚了头发 是要闻着 我本是男儿郎 我本是男儿郎 我都要数据 狂和弦通筹 那迷恶 我一辈子 为主的一个戏 我只要明白 无论心疼的情 苍狼还是苍狈 你一岁 我的老公 说的是一辈子 差一年 一个月 一天 一个时辰 都不算一辈子 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角色 两个人的演技各有千秋 张国荣饰演的成蝶衣是经典 而尹正扮演的商戏蕊 也有了他自己的风韵 尹正从没有要拿自己和张国荣比较 在他心里 偶像就是偶像 而在商戏蕊之前 尹正走过十年的配角之路 一直在影视圈里打拼 而这一切的起点 正是儿时看到的电影《纵横四海》 最后以尹正在幻月之城里的表演片段 作为本期星光复读机的结尾 尹正创作的这一段 《X先生的梦》 借鉴和致敬的 正是让他走上演艺之路的《纵横四海》中的哥哥 我就没有痛 将往事留在风中 为何你不懂